在教練剪弟翔的指導下 超度嚴峰國小的排球隊 從體能訓練到球技的練習 一步一步做得相當扎實 就是這樣嚴格的訓練 讓他們這一次參加全國永信盃 排球錦標賽 拿到五年級女童組的冠軍 打球很好玩 教練很兇 體能很累 比賽的時候有的時候很緊張 非常重體能 我們體能訓練做很多 包括像他們跑三千公尺也跑過 然後什麼腹地挺身那些通通都有做 我們體能做很多 然後等於說高度上面就贏人家很多 體能上 速度上 彈性上 力量都比人家強 曹林嚴峰國小的排球隊已經成立十幾年 未來樓縣爭取得相當多的榮譽 可以只保持著這樣優秀的成績 是相當的不簡單 校方表示 除了學生要相當努力的練習 教練也必須不斷想出新的招式 才有的成果 所以他們和家長會是全力支持 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我想小朋友一定會再接再厲 那接下來要參加的是全國的合家杯的比賽 我想小朋友一定會再創佳績 多元的教育更需要我們家長的參與 那這一次排球隊能夠有優異的表現 我們當然家長會也全力的支持 那也感謝這一班的家長 我們有個特別的家長的後援會 那麼經費的不足都是由後援會來支持的 校方指出讓學生借著排球運動 訓練身體也享受打球的樂趣 他們會繼續努力 尤其感謝家長的支持 每次比賽都到場加油 學生的表現一定會越來越優秀 記者女性喔 現採訪報導